再来看一下路易波士茶是一种来自南非的红茶 虽然带有一个茶字 但是路易波士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茶叶 而是一种只生长在南非开普顿的灌木 从首届进博会开始 路易波士茶作为南非的明星产品 就不断探路中国市场 希望扩大向中国出口 今天的进口产品原产地调查 我们就一起前往路易波士茶的原产地 在南非的塞德伯格地区去看一下 南非路易波士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茶 而是一种名为现叶金雀花的豆科植物 有亮绿色的针状叶子 它生长在南非开普顿以北200公里的塞德伯格地区 对生长环境要求非常苛刻 每年2到3月是路易波士茶的播种期 从种苗移植算起 需要18个月的时间才能进行第一次收割 然后每年1至4月间收获一次 收割后 路易波士茶的金盒液经过切割 粉碎堆放后进行通风湿水处理 以求最好的发酵效果 最后将氧化完成的路易波士茶 晒干 装包以进一步加工 南非路易波士茶有限公司 是南非知名的路易波士茶供销商 至今占据整个南非 大部分路易波士茶的供销 马丁伯格表示 每年南非约50%的路易波士茶产品 出口到欧美 日本和东南亚 而近十几年路易波士茶 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他十分看好中国 这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 我们看到很多可能性在中国 它仍然很新 但它是可能 那当中国完全开吻 它会变成了最大的市场